半块牛肉加上手工拉面 料都实在的一碗喉烧牛肉面 居然成了诈骗集团开玩笑的手法 屏洞这间牛肉面店家被恶搞 说对方自称是黄队长 以消防队的名义定了45碗牛肉面 还要店家别打电话确认 说要给队员惊喜 结果取餐时间到了 人没来电话没接 账号还删掉 店家才惊觉被骗 而且根本没有黄队长这个人 店家说对方透过通讯软体要求 把菜单发给他 午餐要牛肉汤面45碗 晚餐酸辣面45碗 再三确认时间说要来店取餐 知道汤面没有肉 怕消防队员会吃不饱 还加点有肉的 每晚价格破败 损失店家全都自己吸收 消防队说队长信李不信黄 根本没有这个人 店家被骗曝光 立刻有店家认出来 跟最近一直骗的照片一样 要是订购量多 还是要叫对方先汇款 不要被骗 遇到这种说是公家机关的 都要先打一通电话去确认嘛 不管如何店家只能自认倒霉 也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害者 记得张春华评论报道